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 在那遥远的西方 有一个我很伤望的地方 记忆是残缺的残忆 实际上一个人记忆最好是一个人 因为当一个人在记忆他的时候 他会造成心中的包袱 什么叫包袱 就是我今天有很多的记忆 我忘记不了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忘记不了那些难过的事情 时间长了他就形成了包袱 所以君子改过小人是非 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君子人 你应该改过自己的毛病 从此以后把过去都忘记 小人是非什么意思啊 碰到一点点事情 永远不肯承认自己做错的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叫掩饰自己的非就是做错的事情 你这样你得不到改正 而且在你心中残留的那些残忆 所以改过的人会开悟 是非是非的人会迷雾啊 所以永远要懂得改过自己 比掩盖自己到好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欲火 欲望之火不要去贪啊 贪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假的 想一想一个人身体假的 钱财假的什么都是假的 台长呢在经常回答节目当中呢 经常告诉大家 因为学博人之后 很多命运都会改变 那么有一个人呢 他呢是直肠癌 晚期恶性 里面是一团糟了 结果呢 他的这个人呢 相信已经拉农拉雪了 结果呢 他就开始念小黄子 他开始念小黄子 念小黄子的时候呢 他只念了七十多章 小黄子之后呢 结果呢 你们知道吗 而且他许愿放生一万条 动手术 把他的肚子拉开之后 看到里边的 全是良性的 手术成功 没几天就出院了 专家们医生全惊呆了 说怎么回事啊 明明查出来是恶性的 怎么开出来会良性的呢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 大家想一想是谁保佑的就可以了 我给大家播一下这个录音 大家听一下 你看 你看 去做抖宿 抖宿的那天晚上 他孩子一直给我留学到学了 后来抖宿那天打开的时候 医生搬掉了 换了出来良性了 你看 那个医生完了以后 医生对他整个说 你呀这个病啊 我做厨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 医生说你这个是菩萨佛幼 你看医生 专家病他说的 转家医生就应该做了菩萨佛幼了 真的跟他说 他说我徒医这么多年 百分之九十九多十多年 反正是零点一致疗性 但是我也没听到过 你这个是实际上保余的 你看他的 化验出来全部都是晚期的 晚期 恶性的 很厉害了 他全部是拉学了 拉脑这种 拉瘾啊 而且那个 那个家人呢 以前因为他不信嘛 帮我满多福利的 你看他扑他多慈悲啊 只要你用心 他学来说一万条 对不对 对对 那不就化了吧 这就是会做得不好的 大便说你就可以出院了 可可 缠不缠不出来 缝缝好门啊 出院 对对对 不不不不 就叫一时一节节的 一时一节 我早就跟你讲了 这种东西啊 只有菩萨保佑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有时候奇异发生 也只能靠菩萨 我们没有了 是的 是的 雷医生就这么说 后来那个家人就说了吗 我这个名字不忘记的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他就自己这么说 对啦 现在就知道重新做人了 对对 不要在大中吃啊 对 他就这么说 真的赶快 就算他赶紧 谢谢 观音菩萨在心中 他教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妍 唱作善事 喜安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